杨律师常驻宁波 这次来杭州的主要目的之一 就是到京地广场做美甲 他说几年前在杭州工作时 就经常光顾这家 遇见日式美甲京地广场店 这次又果断在微信上进行了预约 过来之后 发现门店换了个楼层 原来的老板也不在 告诉我说老板下班了 让他先给他做 因为我们去外面做支架 如果是做得不好的话 可以让技术好一点人给你修改的 在做的过程当中 其实已经有很多槽点了 我想着因为那个老板 原老板我是很尊敬他的 我想着既然他是你带的人 我给老板点面子 不要多说他点什么 因为那个人态度也是挺好的 杨女士说 她当时想着反正最终效果不好 可以找老板修改 就没有多说什么 当天一共消费了418块钱 做了一个比较基础的款式 杨女士对效果不满意 她告诉记者 最大的问题是 甲片没能把原来的指甲全包住 没包住 这个时间长了 它那个沾水的时间长了 它容易劈开 就直接整个把我的指甲给掀开 我有过这样的经历 还是挺危险的 等那个指甲全部长出来 要等好几个月 现在杨女士怕甲片出问题 已经剪掉了一截 杨女士说 她后来加上了原老板的私人微信 这才知道店已经转让了 工作微信也一并转让 她认为如果只是美甲做工不好也就罢了 现在已经是诚信问题了 记者找到了位于金地广场一幢写字楼里的美甲店 没有人在 您认为做的结果效果怎么样 我认为正常吧 当时来电力消费的时候 他问过您原老板在哪里 您说是原老板下班了 有这回事吗 这些不重要 他要是想解决问题呢 他就要么就重新做 他现在让我给他退钱 我现在给他的方案 就是要么给他退200块钱 那你就把那个小红书删掉 把所有的东西干弄弄掉 处理好这个事情就到此结束 好吧 我给你看上我的包裹 采访时 杨女士的小红书账号上 并没有发表关于这次美甲消费的内容 她在朋友圈里说过这次消费的经历 但是设置了仅美甲店可见 这位负责人说 那就删除朋友圈退款200元 如果后续还有各种事情发酵 小红书之类的 我希望你也能起来一个监督监测作用 但是我们这个电视新闻肯定要播出的 老板我跟你说清楚 那你播出了 那我还退了钱啥意 她自己可能好像也是喜欢美甲 兴趣这个东西 关注的比较多 她去每个店她做她都不满意 她都希望老板给她退点钱 我觉得我只是给你讲一个个例 你怎么范围扩得这么大呢 只是一个个例啊 你又不是我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呢 你怎么在别人面前说这么多呢 只是一次确实是做得不好呀 杨女士说 退不退款的并不重要 她更想让观众们评评理 这个美甲到底效果怎么样 我这网友都能看出来的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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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